铁球标,球季似乎是一个容易长瘦的季节,一身的肉肉不仅不利于健康,而且有损外灾的形象,球季也是一个适宜减肥的季节,天气凉爽,而且,球季身体进入一个新陈代谢的循环周期,减肥更加容易。 肃变与减肥现代然明显缺乏运动,常做哨动的生活状态让你腰酸背痛,下班后就更懒得运动了,导致肠道蠕动减慢,也就造成肃变堆积的情况,人体肠管犹如一盘卷缺之蛇,周周折折,而且每隔三,四厘米就有一个弯折,许多残余的废物质留在肠道的周折内。 长期淤积,难以排出,日积越来,多是积存可达五,六斤,这些有毒的物质极为素变,肠道内的食物残渣不能及时排出,积存在肠道周折内并被肠臂吸收,时间久了,会使人体变形,女性日渐肥胖,男士的将军度日渐隆起。 不仅如此,腐败,肝癌的素变压破肠壁,使肠道粘膜受损,导致肠道功能紊乱,肠蠕动变慢,排泄功能失调,从而产生习惯性和弯护性便秘。 睡前三分钟,刺激两个血位日常帮忙刺激应对的经络,增加各种代谢,可防止便秘和肥胖,穴道都可以分别按压三分钟左右。 除了餐后不适合按压腹部上的血道,其余部分都可以想到旧按,按压伤修学与道横穴,有种减轻便秘与素变造成的不消化,与腹部有脂肥后,脂肪囤积状况严重,的肖腹突出等现象。 脚掌内侧叫凸起的的内怀,鼓与叫前侧的周壮骨之间,又易见凹陷的地方,即是伤球穴,在肚膝两侧大约五指宽之处,即是大横穴,多吃清肠高纤维食物,促进肠蠕动,有医学研究表明,摄入高纤维食物可以有效的缓解,预防便秘问题,便秘的人可以尝试用质豆膜浴液人粉来用肠胃,促进肠的蠕动, 食道便更容易通过,赤豆膜浴因人本是由赤小豆,因人,膜浴,茯苓,山鹅,糯米等富含丰富营养的食材研磨而成,不仅营养均衡,而且易于营养吸收,而它之所以可以缓解便秘,主要是其所含的膜浴,自古就有去长沙支撑。 在日本它被誉为胃肠青道肤,它富含了膜浴多糖这种下石纤维,不会被人体消化吸收,通过肠道需会吸水膨胀,把粘附在肠壁上的宿便吸附掉,一起排出体外, 从而起到经常通便的作用,肠道垃圾及时清除,体内循环通畅,瘦身变得会更简单。 除此之外,饮食上注意多补充,具有经常排毒功效的,含高纤维刺的食物,如芹菜,橙子,韭菜,萝卜,豆腐,海大和全麦食品等,每天一定要吃五,九种蔬果,最好是不同颜色的食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